奇怪的同之前比这个军鱼的腹部颜色越来越淡 一到冬季也没啥火力的 老朋友估计很好奇 我这里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军鱼 这一直是我养鱼的梦想 就在小溪里面搞一个水潭 然后放一些鱼牙子里面 之前小溪断流没啥水的 我朋友把仅存的小水潭利用起来 养军鱼和鲤鱼 下半年干旱嘛 不用担心突然长水 我去看过几次 毕竟是有爱环境 鱼儿很适应 养的还是蛮好的 通过水下画面 大家也发现了鱼儿的伤口很多 估计是从鱼塘里面捉出来 没控制好力道形成的 后面由于天气转变 开始下雨了 我朋友担心会长大水 把鱼冲跑 就问我能不能帮忙带养一下 我直接竖起了三根手指 这利息不过分吧 经过愉快的讨论 我们年月把鱼捉出来 转运到我养殖场了 为啥我们要晚上捉呢 大家也发现了 白天鱼儿绣绣跑得很快的 还有很多鱼白天都躲在石缝里面了 晚上才会出来 夜里轻轻松松就能一锅端 军鱼进场之前 我都用高门松下 稀释溶液泡了几分钟消毒 目前也养了20多天了 状态都还行 就是开头说的 颜色不鲜艳了 大家都知道 自然环境下 军鱼通过阳光照射 水流刺激 颜色异常惊艳 现在是冬季 阳光照射条件 室内室外 我感觉都差不多 为了尝试去解决 军鱼褪色的问题 目前只能往水流刺激 这个方向去考虑了 还记得之前研究 西斯班产卵买的 那个大型炸浪泡吗 这都有闲置了一年多的 现在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这个好像是450瓦的 一小时差不多 100立方米的水流量 我大致想了一下 这个安装位置 就选择在鱼池的门口 说实话 今天水太冻了 搞了一会儿 手指都没自觉了 我家里花猫也过来 一会儿就露出了马脚 估计也想试试 这个鱼池里面的均鱼的味道 由于开启阻浪泡会产生后退力 所以需要用重物固定 这水池里面还有一些大的鹅卵石 也可以拿过来测一测用用 准备就去 我们接通电源试试 大家看 这PVC管上面红色的阀门 专门是用来调节进气量的 完全开启的话 阻浪泡进气量最大 但水流量最小 完全关闭的话 就类似水下螺旋桨一样 后期通过调节发现 气阀门开到五分之一的位置 这个时候的水流量 冲击力是最大的 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空气进来 瞧这个水池马上就形成了环流 我们再过来看看均鱼的状态 看样子 他们还是蛮小兽冲浪带来的快乐的 如果这个时候是夏季就好了 拿个小升级船放进水池里面 方便白点吃的 一边随波逐流 一边看鱼一边吃东西 那就很惬意了 接下来这几天 我们先观察一下 如果鱼儿的颜色还是不变的话 那就是季节云造成的